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 新议员林芳宇针对普里镇进来两场除能场 设置地点临近住宅区 造成民众的恐慌 林议员也表示 夏季尖峰用电导致台电电能不足 民间配合政府除能设置除能场 也可以解决夏季用电问题 而身为政府机关也应该要做好把关 选择更适当的地点来设置 才能够创造双赢 当然希望说能够创造双赢 有这个需求 我们支持政府的这个政令 也希望能够加入民间的力量 让我们夏季不再跳电 有电可以使用 但是在这之下 前提之下 也要兼顾到我们民众的 对于这个安全的这个疑虑 政府机关本身就是要做一个把关的这个动作 所以如何创造双赢 如何能够有利于大众 这一点 请我们县府这边能够审慎的去做一个审核的动作 新议员陈怡君在本次定期会提案 希望由南投县政府率先做起 往后办理大型活动 能够不用提供一次性的容器 并且让参加民众自备环保碗筷 才能够真正落实环保 达到垃圾减量的目的 就是我希望我们县政府能够率先开始来做 在我们办理大型的活动的时候 尽量不要再让摊上去使用一次性的餐具 那我知道这件事情要推动起来 可能会有难度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难度我们就不做 那现在各个县市 大家很关注到这个点 特别是我们可以去看 每次的大型活动之后 都制造多少的垃圾 然后这个垃圾分析出来 我相信最多的一定是一次性的餐具 纸碗啊纸杯啊 还有竹筷子 筷子上面的缩胶袋 在本日定期会议程中 县议员林芳宇关心除能厂设置问题 县议员陈宜君 建议县府办理活动 能够要求民众制备环保餐具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参考采纳 创造幸福宜居的城市 记者陈伟一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